大家好,我是云赫 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地文末端分叉的首相 那么我们看 这个生命线也就是地文 它末端如果出现了分叉 那么我们看它具体代表什么含义 如果是 首先第一个就是同向的分叉 叉是在地文的里边 这些同向 那么出现了同向的分叉 一般表示容易有两个家庭 或者是有重婚的可能 这是同向的 就在里边的 那么如果它又到了外边了 也说呢 在地文的外边出现了分叉 那么这个就代表在外地住的时间非常长 那么我们知道就说像这个分叉 是吧 我们知道这是又叫做什么呢 又叫做远行线 那么在这个手纹上呢 在手纹上也叫做一麻纹 那么一麻我们知道 就是说呢 这个切了麻在外地 奔波纵红的这么一个呢 这个像 像意 那么出现了这个一麻纹 也就是呢 这个远行线之后 那么 它的跨度的大小就决定了距离的远近 比如说这个 如果呢 这是一条视野线 那么它的跨度啊 到达这个 命运线 也要视野线的这个位置 中止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应该说在国内啊 这个远行 就比如说 你是这个山东的 可能到了呢 这个甘肃 或者到了东北 或者到了深圳 这个地方呢 去这个工作或生活了 那么如果 它要说跨过了这个地球 也就是说这个视野线 然后呢 有这个梗公啊 有梗公到达了这个千公 也要跨过这个地球 那么这又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往往啊 是到国外去工作 或者生活 那么这条呢 这个远行线呢 就确定了一个人啊 到外地发展 具体是到国外 还是国内啊 具体的远近 那么由依这个跨度的大小 来呢 决定啊 决定一个人的 这个这个远行啊 这个程度啊 所以啊 这个分叉 就代表了啊 一个人 他的婚姻 事业 同时还代表了 一个人的身体 那么 这个分叉的位置 按照流年 也代表了 也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体 容易出现了 一些积患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 这个消化项 啊 所以啊 我们在啊 具体的 这个观像的过程中 要解合呢 这个具体的 一些比如说健康线 再加上呢 我们这个地纹 再加上了一个人的面相 等等 结合起来 综合判断 还有一个人的气色 就能够啊 更加全面 准确的判断 一个人的运势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更多精彩啊 我们下期 干杯